是的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男子滿頭嗜血 蹲坐在路邊 救護人員到場 立刻幫男子受傷部位進行爆炸 警員則全程站在一旁戒備 爆炸完畢 警方在現場找到掉落的安非 他命殘渣袋 開始詢問男子相關問題 男子卻情緒激動 否認到底 警方立刻拿出毒品篩檢 事蹟檢驗 並將男子上烤 帶回警局 證明零性嫌犯 凌晨三點左右 在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附近徘徊 被巡邏警員發現 上前盤查時 嫌犯卻往死項狂奔 試圖躲避 仍遭到警員壓制逮捕 嫌犯在掙扎過程中 造成頭部及臉部受傷 據了解 這名嫌犯之前 因涉及毒品遭到通緝 被逮捕時 情緒激動 否認持有毒品 甚至反問警察 咬驗指紋 警方在現場採證完畢後 將嫌犯和證物 一起帶回派出所 全案一毒品罪嫌 移送偵辦 遇上最新主播